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说把他给废了呢 本来赖昌星在加拿大忍了这么多年 丑不冷的就在去年看劫上给弄回国了 我们围绕着赖昌星也做过很多期节目 认为赖昌星的回来是实际变成了胡锦涛 针对原来江家帮的人要动手了 这是我们当时我记得评论非常多 因为赖昌星直接牵扯到的人 最直接的人就是贾庆林 赖昌星的存在曾经造成贾庆林不得不跟自己的媳妇离婚 来撇清他与赖昌星的关系 所以赖昌星对贾庆林就有这么大的厉害作用 我们也记得在赖昌星从加拿大被遣返到大陆之后 我们就看到贾庆林立刻就没事了 立刻也不说话 立刻也不怪神 看不着他了 看来赖昌星已经不足以对今天的体制 或者说对原来的江家帮 对血摘派给予沉重的打击 所以就变成了王立军先生在这个背景下 咔嚓 为了保自己的命 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命 一脚踹 踹开了美国领馆 所以王立军的出现 我说就得把赖昌星给废了 赖昌星的作用没了 就在今天赖昌星被判刑了 定案了 判了无期徒刑 所以判了无期徒刑 我们也看到这事也就这么着了 没有更深的结果 而事情的发生 它伴随着 恰恰是在王立军 薄熙来 周永康 陈光诚 这样的事情的过程当中 发展到今天了 世界各大媒体第一时间 对赖昌星这个案子 有一个评述 法广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赖昌星获无期徒刑 为远华案 画上句号 厦门市中级法院 今天对厦门远华集团 走私主要的嫌疑犯 赖昌星进行一审宣判 赖昌星获得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且没收全部家产 那法庭指控赖昌星 犯有走私和行贿罪 那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这就是他的评述了 紧接着他回溯了 赖昌星犯罪的事实 讲赖昌星被控制 1995年到99年 在厦门走私进口石油 汽车香烟 金额高达273亿元 逃税将近140亿 那曾被冠以1949年以来 中共建政以来 第一大经济案 赖昌星同时还被控 拉拢大批官员下水 他为了汇拢政府官员 所建的厦门的红楼 一度成为警示官员 切勿贪腐的反面教材 今天看这个故事呢 就逗嗝了 赖昌星跑呢 是99年 2000年那时候跑的 现在是2012 对吧 一个假 12年过去了 12年过去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红楼 红楼啥也不是 对吧 按照今天的概念说 赖昌星当年藏污纳购 被党说的啊 藏污纳购的红楼 今天看就像个大车店 就是大车店 农村赶马车大车店 说找地歇个脚 红楼 那能是拉拢官员下水的地方 那不成想呢 官员们在这个基础上 确实学习了如何享受生活 所以就在赖昌星的红楼的基础上 青出一栏 胜于栏 没错吧 这就是我说的 今天12年之后 再看红楼 就是大车店 赶马车的 住那儿 还说的过去 你说今天让伯大公子 和伯大公子一块吃喝玩乐的人 跟周老板 百鸡王一块吃喝玩乐的人 能去红楼耍吗 糟蹋官 糟蹋周老板 看不起伯大公子 应该这么讲就对了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今天把这个案子再拿出来 最具嘲讽之意思 大家注意到 他走私的金额是273亿元人民币 如果按照官方汇率 你除以6.3 你和和是多少美金 单和和也就40亿 打猛了算 也就40亿美金 对吧 40亿美金 去年出的高铁的事 高铁的部 这个铁道部的部长 一次收贵多少 就一个高铁 弄10个亿 20个亿 美金 哥们这玩法是这么个玩法 所以今天赖昌星看看说 赖昌星拼出了全身的家的 这么多年 他才搞了这点 人家高铁的当官的 今天当官的 一票活 就把赖昌星一辈子干的活 都给干了 当然了 一切的基础 都在红楼远华案的这种贪腐的案子 被揭露出来之后 那今天党的官员 12年 那是下一代都出来了 这下一代的官员和上一代的官员和上上一代的官员 在学习了赖昌星如何腐败如何行贿如何把党员干部拉下水的基础上清除于蓝胜于蓝 这清除于蓝胜于蓝的过程当中 就应和了江泽昌明先生闷声发大财和大国崛起的整体的场面 您说对不对 所以您想想赖昌星还走私香烟 今天大家一听走私香烟 你整个一个小岛 对吧 那就像弄一面堤 北京说弄一面堤 倒个什么三两条烟 倒个电视机 那能发财吗 所以就变成赖昌星 实际就什么都不吃了 大家咋嘛咋嘛 这就是党国从远华案发生之后12年里面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未来 如果真的中共的高官财产可以公布的话 马丁马的 我是说真实有多少钱都拿出来的话 大家就想一想 赖昌星今天的远华案根本排不上队 大家不会当新闻再去评价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了 文章接着介绍说 远华走私案曝光于1999年 随后同年8月份 赖昌星协同家人一起从香港逃往了加拿大 在申请难民身份之中 引起了两国之间长达12年的交涉 在此期间 中共审查了600多名远华案涉案者 刑事追究将近300多人 那2011年7月22号 加拿大移民部门驳回了赖昌星的难民资格申请 将他递解出境 中国政府随即将他引渡回国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那这种发生事情我们当时有介绍 所以大家就注意了 赖昌星为什么长达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突然就在2011年7月22号回来了 所以我们当时有过解释 我说这真是天意 要摆开了架势来面对2012真相大白 我当时没提2012真相大白的年代 但是当时可以看出来赖昌星的回来 矛头直接冲向江家邦 因为在现今的政治局常委的层面 包括贾庆林 周永康 李长春 吴邦国 都是原来江家邦的人 文章下面介绍一个更加逗嗝的事 就是赖昌星实际出生于1958年 在福建近江农村一个农民的家庭 自个连小学都没读完就辍学了 但是他在家乡可以自办多家企业 积累人民币财富高达几千万 1991年移居到香港 然后创办了厦门远华集团 并任董事长 农民到后来出了这么大事 所以我就想有另外一个概念了 拖开这个题目 有些人玩了命的要追钱 要发财 要上学 曾经有一个说法 上大学的 上好学校的 出来基本都是打工的 没上学的 在外面混的 出来都是老板 您咋不咋不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我相信这个有点绝对化 绝对化的原因 是因为这种客观结果跟我们平常所想象的观念有冲突 总觉得读过书的人 特别是读了好书的人 甚至人家 像勃呱呱到哈佛 到牛津 读过这样书的人出来 就一定应该是老板 其实换个角度上说 今天无论中国的和外国的 有些很出名 很特别的大老板 都是半截辍学的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一种天命的概念 人跟命不能争的 但命是什么 往下追 命是什么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 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话 那每一个人存在一定有他的价值观 一定有他背后的人不能知道的原因 就是在我们人所谓科学上学的层面 根本无法解释的背后的原因 因为没有任何两个人是一样的话 那一切发生的事情一定有他必然性 偶然性根本不存在 是假的 胡说 蒙自个儿 自个儿解释不了 所以说偶然 但是呢 如果你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无论是道家的讲法 还是佛家的讲法 都会顺应 如果人是被神佛所造 那人中一切的事情 自然是由更高级的生命 神佛所控制 那人表面看起来 在人的圈子里头 大家挺忙活 我今天要干这个 明天要干的 我一定努力 我做好计划 我一定要发达 我一定按部就班 如何如何 我上了大学就如何如何 出来如何啥呀 你爹就那样想如何如何 然后就这样了 然后你爹没实现 就是想让你如何如何 你如何完了 也没怎么着 比人家赖昌星差远了 然后你就说 我得让我儿子如何如何如何 得 把三代人都给糟蹋了 都给耽误了 所以这就是个人发展 跟观念本身 跟天意本身 有着冲突的一种直接表现 所以这跟本身 这个内容的距离稍微大一点 但是它揭示出来的概念 你就说 赖昌星老聪明 老聪明他不是农民吗 农民里面聪明的多的事 不就出了一个赖昌星 对吧 那哈佛里头聪明的也有的是 有几个是老板的 打工的还是多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事呢 就是就看怎么看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还是一个天意的概念 既然今天在2012这一年代里面 很多事情都了断 出结果 而这种了断和结果的事情呢 都是很大 让人们会触动着 我们每一个人在事情当中 思考着其中真正的意义 真正的内涵 我觉得这是咱们做人 应该明白的一点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